但是我在最后的时候我就要想讲一点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 我自己四个孩子 然后就好像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的比喻 有一个农夫他出去撒种子 然后心里面他的那个刚硬 或者是心里面的那个新土不一样 容许我在这里我绝对不是在这里说 我的那个孩子是那个形状的 那是内心的 而是让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有智慧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 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法 然后不是来对付 而是来让我们知道更好的 然后怎么样的应对 然后我们来为他们祷告 然后也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的 有的是所谓的以扫行的 那以扫行的就是像圣经里面 对属灵的事情非常毫无这个兴趣 而并不是说这个孩子是坏孩子 而他可能是很好 但是他就是在属灵上面 他没有追求 这个然后也有的是以扫行的孩子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 我已经开了许多的会议的那个讲座以后 然后这个有这个妈妈们上来 就说牧师你不知道 我有这个孩子 他说我根本没有做什么 他就长得很好 他也很爱爱主 是的 我也有这样 有所谓的以撒行的孩子 他真的是神的恩典 然后他就是从小 然后就是安静 或者是所谓的就是在追求 然后自己在那边长大 当然也有雅各行的 然后他们容易受到试探 然后他们也有其他的追求 然后每一个就好像 就我这边就好像在讲 有以撒行的孩子 乖孩子 或者是所谓的在信仰上 很自然的感谢神 然后也有的是走的是弯弯曲曲的 或者是像云霄飞车上上下下的 同时我们更是要注意到 我们也有一少型的孩子 那我也是这样讲 我自己也有每一个类型 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 这个幽默就是说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自己再多生几个孩子 每一个类型你就都会有 希望大家都可以